如何接收神的訊息 第一件事,聖經有說到 瑞公耶諺說必至是祂當選擇的道路 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必至因我們 神是答應了,至因我們 而我們每個人聽到神的聲音 第一步聽到就是知罪 當我們犯罪時,神就會跟我們說 就會覺得不舒服 真悔悔的人就會 這個聲音一定會聽到 第二種聲音就是看聖經 聽到,有時會聽到一些說話 是我應該這樣做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說話 可能你聽到,是我應該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 這就是神跟你說的 神是透過我的口 即當一個基督徒所說的是 神也是透過他的說話 神會在你的心中再跟我們說 這就是第二種聲音 另外,神有時會提醒我們 有時你沒有看開聖經 又不是聽到 忽然會提醒你 要對某人做什麼 傳呼音 這些都是神的聲音 如果你在這些事上留意 你會在心中安靜 在安靜祈禱 有時等到神不一定靜 可以在聽詩歌 思想神去說 神沒有跟我們說話 然後去到 聽到神跟你說某一句說話 這件事是個個人不同的 有些人聽得多些的 我最多聽的是教導 但那些指示性我聽到很多 這是每個人因此不同的 我在教導 處理生命 聖靈因高等地方 神比我強一點 聽神的聲音 在教導就聽得多 但在聽到某一種指示 就不多 那Mandy 是經常聽的 其實我們也有些人在這裡 經常聽到神的聲音 那你就是由你聽到的開始 和時時有神的話語 因為思想神的話語 你的思想充滿神的話語 神就會透過這些話語 跟你說話 即是當你看那些經文 你越深入去想 神就會向你說更多的話 從早到晚都在一個神同在的狀態 即是聽詩歌 愛慕神 就算在做功 一直感謝神 多謝神愛我 神的同在加強 就會越來越容易聽到神的聲音 但至於說 夢境 夢境也是 其中的夢境 意象 夢境 你可以說 我們人做不到任何事情 這只是神給我們的 即是神給我們的容境 或者是意象 安靜等候神 的確對很多人來說是有幫助的 即是你可能開始聽詩歌 或者想一些經文 你在安靜的時候 神有時就會 即是起初的時候 可能就是給你一些意念 你聽一下就會聽越多 我們其實在一個過程中 你享受神 神已經有身上造工 即我們不必一定要一定為這一種 還有呢 有時也有時 在抵應節目配搭 即是好像我這樣 我聽得沒有那麼多 即是說去哪裡不去哪裡 其他的抵應節目 一起聆聽 一起配搭 即是有時 因為神的方法 不是一個人做完所有的事 神就想其他人配搭,但我們配搭就要分辨這個人,因為有些人他的生命是有問題,有時候他收到訊息,我們不要當正他是,其實神都會給我們印證的, 譬如這個人說,你應該今次去短書院,那你就問神,你一直覺得平安,有動力,有機會,好像每天都配合,叫你去的,這個就是配合了,但如果那個人說你去短書院,但每樣東西都不配合的, 那可能就不是,那些所有人說的話,我們不用當正一定是,因為我們信神,我們不是信人,他可能是神的聲音,可能不是,我們沒有責任聽每一個人的語言,這個是我們分辨的,可以這樣操練,其實也是可以操練的, 就是我們可以有些,尤其是有些聽到神的聲音的人一起去操練,可以有些練習去做,譬如說,有些兩個人,或者幾個人一起坐在那裡,然後就認受到聲音就說出來,其他人又回應,或者為某一個人祈禱,你又不知道他是誰來的, 就是有些人,有些人的意念,你又試一下說出來,然後他告訴你,對是否對, 也有人分辨,有些受感說話,就是有一個感動想說的,有時神的聲音都可以是這樣,就是你受感說話,譬如幫一個人,你有感動想說話,那個也可以是神的聲音, 有些就更清晰地聽到聲音,或者看到異象,或者去天堂 很想,你多青印神就會有的了 因為我都認識兩個人,也挺多去天堂 最重要是你自己,其實我們也不要只是羨慕某一件事 因為所有的東西,在乎我們生命的 你有聖靈應該去幫人,一樣可以抓很多人 不是一定要用一種方式的 因為有些人的確在那方面的恩賜不強 經常都說,很想去到天堂,但去不了 經常都覺得自己很不吸引 但其實自己可能有這個聖靈的能力,或者有教導的恩賜 已經可以幫到很多人,不一定要用某一個方式 因為神比每一個人不同,好像身體的各個肢體 不是個個都是眼,不是個個都是耳朵 有時不提同一樣的,不要緊 神也要我們有謙卑和跟人配搭 例如我來說,已經有很多人的恩賜 如果神就給我聽到神的聲音 我什麼團隊都不用,我只能搞定一個人出發 神又要我找其他人一起配搭 這些都是神要我們謙卑 你先生想請教,什麼叫聽到神的聲音? 聽到神是幾種的,一種就是我所說的 你犯罪的意念 或者你不用開這個,不要開這個 開遠一個就可以了 開一個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你看聖經,聽到一些意念出現 有時候有些情況是會好像一句彈一彈出來的 有些說話好像忽然間,不要擔心 忽然間一句言,沒有人的 忽然間有句話 有時候好像聽到一個人說話 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但是不要緊要的 無論是意念 你那樣東西合乎聖經 在這個情況下又適合的 那你就會照顧 也沒有什麼問題 譬如很簡單叫你信靠神 你一聽到當然是對的 譬如有些人沒有憂慮 忽然間意念出來 不要憂慮 我都為了 神忽然間給他意念 這個都是可以神給的 其實聖經有句說話 弗洛比書2章13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命 即是你立心去做 和做出來 都是神在你心裡運行 成就他的命 即是我們的心會決意 來這裡 都是神的感動力 祈禱 都是神叫你立志 做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 在心裡運行的事 是神做的 我們就不知道是神在做的 所以留意到 我們其實 整天之中 有幾多不同的意念 提我們做不同的事 合乎神 其實都是神運行的 即是我們立志會做神的事 會走出來都是神運行的 那你就會很有信心 你就不會很害怕 神好像很遠 而另外有些人 真的會聽到他聲音的 我聽過兩次 你聽過兩次 第一次就是 初初回教會 我講了很久了 牧師按手下來 即是我不知道的 完了聚會 那些電影師會拔我出去 那牧師就說 你們當中 誰有疾病重感 就出來台前 即牧師會為你們按手祈禱 那牧師按手下來 我閉上眼睛 我都不會想什麼 然後我就看得很光 然後就聽到天賦把聲 他就說 怎樣啊 你是不是很多重擔 然後我就回應 是呀 然後就經歷了第一次 那個聲明 我都不想起了 遲了兩個星期 我還是跳著出教會 走的 OK 所以我很深刻了 然後之後呢 過了不太久 我以前很怕黑怕鬼的 有一次廁所燈壞了 那我就慘了 如果我拿個房燈去廁所 我沒有得開燈睡覺了 因為我要開燈睡覺 我怕這些靈界騷擾我 我要抱著那些枯筍睡覺 就是這樣很害怕的 然後就聽到一個很清晰的話 在腦裡就是 神一定暗中派示者保護你 我相信這句是聖靈跟我說的 那我就立刻回應 我說 我常常相信你會保護我的 我立刻作了一個祈禱 好 那我聽到 其實我們都不停地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這個就是 你的心更加放鬆 平靜安穩 更多思想神的話 你就會越聽得多 那鄭先生你說的另一件事 就是說 你就有喜樂 喜樂了兩個禮拜 是不是 是 很重要的是 之後有沒有保持路 之後呢 因為我站得不穩 我以前很迷信 然後馬上就有試探 有個同事就說 我認識了一個師傅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然後我又說要改 然後我就慘了 我那兩年就很慘 那些師傅呢 不是你看完之後呢 就拜拜那些來的 他會打電話給你 那不是呢 就是說 喜樂呢 我們有呢 我們就保持的 在我經歷喜樂 我就回家 我就不斷充滿喜樂 日日都是 一路 日日都是 一路到今日都保持 所以 如果在我們的聚會 你經歷到喜樂 你就回家 我回家就不斷 在那個路上都是一路想 耶穌 那些喜樂一路湧立 日日都是這樣保持 以後保持 其實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就是 2004年 當時我去了祈禱山 韓國那個 入了祈禱洞那裏 那裏 我就覺得自己是講謊言 因為那時候一個多小時 好像不斷在祈禱這樣 就好像那些韓文日文那樣的音 那出了之後呢 一路都講不到 是到現在 即是那麽多年 或是11年 是吧 一路都很渴求 真是神 我很想 人家都很想講謊言 我覺得 因為知道講謊言 是很造就的 是吧 一路都很祈求這件事 直到早 其實早不是很多日的 在這裏 在這裏 就是這個地方 那馬志強 就是有個聚會 馬志強牧師 在最後那場的時候 他有一段時間是討報的 然後呢 我就開始講謊言 接著不斷在新的 而不是韓國那些 已經是 是新的 有很多不同的 接著我還笑 我還在講謊言 還有些位置是會笑的 我終於明白為什麽會笑 以前我見到別人 為什麽在這裏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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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問為什麽我十一年都講不到 為什麽 然後他說 你是沒有操練 你相信 方言 就像講嬰兒 你初初嬰兒話 你操練就講到 那麽 然後 那一晚 我就跟牧師說 我覺得可以了 好 謝謝主 所以很重要就是 真是活在神的裏面 持親的神處理生命 然後能夠被聖靈充滿 其實說方言只是經歷聖靈的其中一環 嗯 我自己就覺得很重要就是 隨時祈禱經歷到神的平安 興散能力 喜樂 喜樂 這個呢 即是會 更加會影響我們的生命 方言是可以幫我們接觸靈界的 即是接觸神的啟示 但是很重要的方言千萬不要自己 即是不要模仿 嗯 而是聖靈臨在帶領去講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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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